孔子本人被视作至圣先师,帝王将相无不尊崇,面对孔子墓进阶叩首以表尊重,清朝的康熙皇帝则与众不同,前往孔子墓举行祭祀大礼之时,看着娟客在上面的碑文却迟迟不肯下跪,当大臣遮住一个字之后,才立刻屈膝跪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清朝开国皇帝康熙,又是登基,如蓝天出路嫩月,他幼小的年纪并不妨碍他的坚韧决断,更是激发了他切而不舍的好学精神 败与不败,只差一字,康熙参拜孔子圣人相 不只前心念诵祭文,还会下跪叩拜叩拜磕头,作为一国之君,跪拜里可谓是相当大的礼节了 祭拜完了圣人相,接着便去祭拜孔子墓,跟随的众位大臣本以为康熙帝也会在此行大礼以表新城的时候 康熙却站在墓碑前,迟迟没有动,周围的大臣看到这个场景,都不明所以,对待孔子相都愿行大礼的康熙帝 为什么到了墓碑前毫无表示呢?虽然大家都心存疑问,但却没有一人敢言语,气氛一度十分尴尬,众人面面向去 直到有一人,一步上前,用一块步,遮挡了墓碑上的字,稍后康熙才上前完成了祭拜,完成了祭拜的所有流程,康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一头雾水的众大臣纷纷向这位大臣请教,刚刚的举动是何用意?他解释道,康熙帝本就打算行叩拜礼 但是墓碑上写的是大臣至圣文宣王,作为皇帝哪有像一个被追封的王行礼的道理,这与皇室帝位而言本就与理不合 但把这个墓碑上的字当上,就不违背这一点了,众大臣恍然大悟 大臣至圣仙师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的统治逐渐崩塌 各国之间征战不休,在这片无穷的战火中,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各种哲学及实用思想应运而出,酝酿出了百家争鸣的圣景 但若论及对后世影响最深的学派,那非儒家莫属 儒家信奉仁德,提倡有教无类,是太平时期治国的首选 在多年的演化后,儒家又衍生出了拥护统治者的天人感应 三纲五常,即受历代皇帝的青睐,汉武帝时期,董仲书罢出百家,独尊儒术 奠定了儒家独一无二的地位 从此之后,历朝历代都将儒家作为治国文学 隋朝开始实行科举之后,儒家更是成了做官的门槛 家家送孔孟,户户读诗书 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已经去世多年的孔子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成为了历代朝廷最为追捧的至圣先师 为了拉拢朝堂上的儒家门身,也为了奠定自己的统治 皇帝们经常给孔子上各种各样的尊号 逢年过节也会亲自去拜祭,表达自己对儒家的尊重 第一位祭拜孔子的是汉高祖刘邦 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 自他以后,汉武帝、汉平帝乃至元朝蒙古族的皇帝都曾祭拜过孔子 汉平帝给孔子上尊号包成宣尼宫 元成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由宫至王 可见所受追捧之身 历朝历代都有皇帝去祭拜孔子 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 就曾万分恭敬地去祭拜孔子的家庙和墓地 对他而言,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作秀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 那时清朝入关不过区区十几年 他又年幼 朝政大权都被把握在几个顾名大臣手中 汉人们趁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 几乎每年都有汉人造反 清朝新生的政权处于极度的风雨飘摇之中 好在康熙并非什么庸禄之主 他能力出众 十六岁就至秦敖拜 夺回了朝政大权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千古一帝之路 但他的统治前期却极为艰难 满汉矛盾的激烈 汉人不间断地反抗 三藩之乱 收复台湾 这些战争无疑不知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满足入关时 南尼老少加起来人数也不超过三十万 可汉朝的总人数却超过了一亿 这样悬殊的差距注定清朝必须对汉人采取安抚政策 否则的话 统治永远不会稳固 康熙的统治时期 中国曾经发生过一系列著名的战争 其中与沙俄的战争成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 这场战争的发生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有关 康熙在面对强大的沙俄军队时 采取了一系列策略 如密切与他国的外交关系 加强边防建设等来抵御外敌 最终康熙通过巧妙的战略把沙俄逼退 保卫了祖国的疆土 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彰显了康熙的军事智慧 也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 康熙身上体现的智慧和勇气 使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他的治理理念 政策和军事战略对于后来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康熙将多位才华横移的大臣和将领召入朝廷 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他的领导才能以及对于人才的重视 为清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 他对于文化教育的推动 也使得国家拥有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人才 康熙皇帝爱民如此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虽然祭拜泰山 但是却不封善 古代有为的帝王都喜欢封善 比如秦始皇 但是康熙觉得 封禅大典太过于损耗民力 所以不应该进行 因为古代帝王之所以封善泰山 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劳民伤财 对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康熙在泰山停留的时候 只是做了祭祀 并没有封善泰山 第二件事情就是 康熙皇帝废除了泰山上的舍身崖 据说泰山上有一块地方 三面斗崖 一面深渊 当地的民俗之中 有跳舍身崖为自己父母去病得传说 如果家里有老人生病 老是不好 那么只要有家中子女到舍身崖跳下去 家中父母的病就会好起来 不过父母的病虽然好了 但是子女也因此摔得粉身碎骨 康熙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生气 说这是当地人迷信 不能信 并且说为了保护生命 严禁以后 这些人再去跳舍身崖 为了保证没有人过去 康熙皇帝下令 在舍身崖修建了一道围墙 并且派士兵把守 不让老百姓过去跳崖 所以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康熙皇帝一直都在为百姓着想 为百姓安危废除泰山上舍身崖 从此以后 在泰山边上 就少了很多青生的年轻人 孔上任 而孔子的后代到了清朝 有名后人叫孔上任 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 孔真凡之子 为孔子世家六十户中的官装户 孔上任早年考取秀才 后来碧乱随父 在屈赴北师门山中读书 孔上任一开始只是个小官 后因康熙要招揽孔子后人 来弘扬儒家思想 孔上任到了国子建 康熙二十五年 一六八六年 孔上任 随公布侍郎到淮阳 书郡黄河入海口 两年间 他结识了一些明代移民 到扬州参拜 石科法一观众 到金陵灯燕子鸡 有秦淮和 霍明故宫 拜明孝林 到七霞山白云安 拜访到时张瑶星 了解许多晚明与南明的情况 为他后来的作品 桃花扇 搜集了许多素材 孔上任从小官变大官 心态也变得自傲起来 但是国子建做了十多年 没有再被提拔 他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心中满是埋怨 还写了一本 桃花扇 讨论国家新王 桃花扇故事中 通过男女主人公侯芳玉自朝宗和李湘君的爱情故事 反映明末南明灭亡的历史剧 孔上任在 桃花扇 剧本中 揭露了晚明党争状况 以及南明王朝权力核心的腐朽 也包扬中军思想 表扬了石科法等明朝忠臣 讽刺了投降清朝的叛将 尤其在最后一出一个为国公徐达后人的造立角色 在于运说出 开国元勋刘狗伟 换朝元老缩归头的词 暗否明朝显贵详亲剃发流便和帽子服饰 康熙皇帝专门派内侍向孔上任索要剧本 但因为康熙自己好不容易做了这么多 去淡化满族和汉族的差别 现在出了桃花扇 讨论一番国家新王 分明与康熙作对 康熙本要诸其九族 但是看到作者是孔家人 还是自己提拔的官 四前想后决定 此人不能杀 杀了会有大麻烦 免去官职罢了 就这样孔上任成为一介平民 康熙四十一年 一七零二年 孔上任被罢关后 回到家乡石门山影区 六七年后 孔上任得到天机诗人的帮助 桃花扇才得以刻板刊印 康熙五十七年 一七一八年 春瞻扎尤十五日 是于屈父家中 年七十一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 他一生正绩卓著 养育皇子众多 他的存在 使得康乾盛世得以开启 他对帝王之术和权衡之术的使用相当熟练 所以这才有了这么一出 祭拜孔子的小插曲 会计则